大姐大姐 大姐你看这双面羊绒这么好这么贵 摆这一点都不显好 那边的位置 层也特别低 大姐你快看我的羽绒服 我羽绒服太多了 不喝多巴拉不开怎么办呀 大姐你看我这颜色 砸去砸巴的怎么放呀 你看我这边大姐 你看这些彩色的毛衣 你看放到米色里边太炸眼 放黑色里边写得很脏很乱 做成练都过了 那边的成交率低是吧 那把这边换成羽绒服 这边放双面羊绒 把所有亮色的毛衣都放这个架子上 顺便羊绒放前面 你一直都往后放 其实陈列并不难啊 你脑子里要有一个构思 要有一个画面 如何构思留意下调思品的陈列教程 才知道怎么陈列 你看这一套都是实装的 这个你放这干嘛呀 还有这个放这干嘛 这也不是同一种风格啊 虽然都是毛毛的 我们也要按照它的感觉和风格来 你看同样都是黑白花的 穿这种衣服风格的人群 和穿这种衣服人群一样啊 对呀 对呀 你把它放这 这个架子毁了 那你把它放这 这个风格没人看了 建议大家店里啊 背点这种杂质 前面这个装饰也是挺重要的 它能衬托你整个陈列 把亮色的架子啊 我们的亮千万不要多 亮也多 颜色也多 就不好看了 就更乱了 以这种感觉的佩搭 来做的组合 依次类推 每一款羽绒服 后面都跟着挂一个 能配套的裤子和上衣 陈列剪 哈哈哈 你这疯了 哈哈哈哈 成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